公廠智慧轉型能夠精準的蒐集 還有彙整數據是相當關鍵的第一步 今天就來請教一下古靈運算的Eason 想要請教您古靈運算是如何攜手研滑 打造出智慧工廠 大家好 很開心可以跟大家說一個分享 那大家都知道目前工廠的機台有些比較老舊 那它是沒有連上外網的功能 那就算有連上外網也比較封閉的一個環境底下 那這個在工業4.0的推廣上會是一個阻礙 那現在工廠市面上工廠都還是用一種人工去騰血去操表的方式 會比較耗時 也比較有可能有時候會有錯誤 那我們跟林華這邊一起攜手推出這個螢幕數據擷取器SDE 那我們這樣主要就是說用最簡單的方式只要串連信號螢幕的VGA HDMI就可以把它灌錄進去 那去擷取現在機台上面的英文字 數字 這些標點符號 那我們這些數字收集起來之後就可以自動去上傳像是雲端 自己的PC Base PLC 還有我們的IPC 就像我們古靈運算自己有一個IPC 那我們這IPC也可以直接導入到我們古靈運算的戰形式直接去做呈現 那這樣的話就是減少了能力耗成本的這一塊 那數據也可以同步去做上雲來打到未來第一步數據做收集 他們業主這邊才能再去往下向去做更深入的分析跟探討 另外也想要請教您 SDE 方案是外接的還是需要更新設備呢 SDE 螢幕數據擷取器是用外接的方式 那我們用外接可以讓客戶這邊用低成本就直接去升級到它的機台 來達成智慧化 來達成無子化 謝謝Eason